接下来我们来看BJT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观念题 好 它说呢 下来叙述何者正确 他说BJT当开关使用的时候 是工作在把握区或者是截止区 对不对呢 好 各位那这个可能要当做怎么样 当做这个小小的结果 你可能稍微把它记一下 那我们前面讲到 这BJT呢 主要有三种操作方式 好 前面顺向配合 后面逆向配合 这个叫顺向主动区 两边都顺向配合 叫把握区 两边都逆向配合 叫截止区 那我们前面讲到的 如果是在这个顺向主动区的话 它可以把这个讯号怎么样 把它放大 那至于所谓保合区跟截止区 至少它可以达成我们前面讲 数位电路的怎么样 数位电路的开关 就导通跟不导通 所以呢 这个基本上呢 算是一个怎么样 算是一个小小的这个尝试 这BJT如果要当做开关使用的时候 是工作在保合区或是截止区 好 这个是对的 那当然我们高中并没有怎么样 并没有实际去设计这个所谓的保合区 跟截止区的这个电路 那基本上如果你要讨论这个电路设计的话 那可能就要怎么样 可能就要等到大学 如果你念工学 念电子学的话 才会去讨论这个BJT开关电路的设计 来 B选项 它说BJT呢 当做放大器使用的时候 是工作在顺向主动区 对不对呢 好 各位 这个是对的 那我们前面讲到的 如果前面顺向配合 后面另一项配合 这叫顺向主动区 好 它最大的作用就是怎么样 就是把讯号把它放大 它可以怎么样 可以把这个电流的讯号把它放大 好 这个是我们高中学怎么样 学BJT最主要一个怎么样 最主要一个目的 那接下来C选项 它说BJT在保合区的配合方式 是EB界面顺向配合 BC界面顺向配合 对不对呢 好 各位 这个也是对的 那我可以教大家怎么样 教大家简单这样子记 其实如果两边都是顺向配合的话 它叫保合区 那我们前面有提到 如果两边都顺 好 你看怎么样 你看这个PMP型 这边顺向 这边顺向 所以宅子会怎么样 会挤在中间 所以这个叫什么 叫做保合区 所以你可以这样记 两边都是顺 叫什么 叫做保合区 好 所以这个C呢 这是对的 来 接下来这个D选项 它说BJT呢 在截止区的配合方式 是EB界面逆向配合 BC界面逆向配合 对不对呢 好 各位 这个是对的 那你用最简单 最直观的想法 如果两边都是逆向配合 各位 两边都是逆向配合 这个时候电流就怎么样 电流就不会导通 那不会导通 那当然就叫什么 就叫做接着区 那它当然也就当做 这个所谓数位电路的关 好 所以如果两边 都是逆向配合的话 叫做接着区 这是对的 那E选项 那BJT呢 在顺向主动区 它的配合方式 是EB顺向配合 BC逆向配合 对不对呢 好 各位 这个是对的 那我们前面基本上 有讨论过 这个顺向主动区呢 这个电流流动的 好 这个原理 你前面顺向配合 会与股怎么样 会与股 或是电子流 那后面的内向配合 反而是帮助它怎么样 帮助它这个收集 那高中呢 其实就是要介绍 在顺向主动区下的 好 这个BJT的 好 这个电路呢 它具有怎么样 具有这个讯号 放大的这个作用 来 F选项 它说共涉及主态的BJT呢 具有怎么样 具有电流放大的功用 那或者严格来讲 应该说把电流变化 放大的功用 对不对呢 好 各位 这个是对的 那基本上我说过 高中呢 学BJT电路 其实就是要让大家知道 一件事就是BJT 在共涉及主态下 它可以把它怎么样 它可以把这个讯号呢 把它怎么样 把它放大 好 所以这一题答案是全 那我想这在考大家一些 一些基本的这个概念 那我想对大家 这些东西都怎么样 都很抽象 那只能够当什么样 当做一个这个小小的尝试呢 先把它怎么样 先把它记起来 好 那在学校考试 如果考得比较深入的话 就会考怎么样 考类似的这个观念题 那这个我想 这个有一点难没有错 好 前面如果你忘记的话 你可以再回去怎么样 回去看一下 这是基本的 好 这个观念题 那让大家仔细的体会一下 好 这个观念品 ijk Journey